本地新增9420起冠病确诊率 当中2349人的聚合霉炼检测呈阳 另有7071人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呈阳性 再有4人因冠病病发症逝世 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为1.46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1272个冠病患者住院 162人需要输养 24人在加护病房 新增的9420起病例中 9195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225起 目前累计病例已经达到了 469495起